很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我喜欢买二手衣服 是这样的 二手衣服的质量也还挺好的 主要是我这个人 对于衣服类的东西 我比较喜欢洗衣衣 就一般穿一个月 一两个星期 我都不喜欢 然后那些新的柜子 那些衣服放在家里面不穿 然后我觉得好可惜浪费钱 还不如我买一点便宜的这种二手的衣服 其实这边二手衣服也蛮新的 而且还蛮干净的 都是做过高温消毒处理的 穿穿不喜欢了 然后就换一批新的扔药 这样的话也比较喜欢那种新鲜感 主要是二手衣服质量真的很好 我今天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衣服 现在是太胖了 下雨 今天要去牙科看一下牙 这个是定期去做检查的 日本人还是蛮就注重看牙这块的 然后我是怀孕 医生要求必须去做牙齿的检查 今天下雨还是星期四 各个牙科都看不了 然后我有一张检查牙齿的券 国家给报销的 牙齿最近老是疼 而且口腔里面溃疡 我定期就溃疡 因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牙膏不对 还是啥吃东西不太行 然后舌头总是就那一个地方 舌头总是起口腔溃疡 舌头上起那个泡 说话一眼口水都难 老妈在这等我了 我今天来的是下雨时刻 天天休息看不到病 她还忘记拿这个东西了 妈妈在这等我了 妈妈跟我一起去看 国内看牙贵不贵 贵 贵吗 国内看牙是最贵 是吗 所以说很多朋友说 在日本看牙到底多少钱 现在我们给你看看吧 这两张应该是可以就抵钱的 正好看一下我的牙有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私人开的小诊所 工作效率特别慢 刚进去了一个老太太 大概有半个小时还没有出来 好老 感觉这个牙科医院得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 等了有十几分二十分钟了 就一个客人到现在还没看好 日本医院的工作效率 我这真是 他挣啥钱 你说 回家不听情 一次只能看一个人 要了妹了 日本医院进门换拖鞋 这个太尴尬了 就做了个牙齿的检查 就说也没有什么病 牙齿也没有蛀牙 就有一点牙周的炎症 也不用治疗 就是要指 要就是给我指导一下 就自己要弄什么一下 他给我开了两个 这个管这个牙周炎的 口腔的医生菌的牙膏 还有一个牙刷 让我带回家好好刷牙去 看完牙这个就是等 排队半个小时 看五分钟 我们俩再去 去女人最爱的地方 淘一淘 二手衣服 很多人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我喜欢买二手衣服 是这样的 二手衣服呢 质量也还挺好的 主要是我这个人 对于衣服类的东西 我比较喜欢喜新鲜 就一般穿一个月 一两个星期 我都不喜欢 然后那些新的 柜子 那些衣服 放在家里面 不穿 我觉得好可惜浪费钱 还不如买一点便宜的 这种二手衣服 其实二手衣服也蛮新的 而且还蛮干净的 都是做过高温消毒处理的 穿穿不喜欢了 然后就换一批新的扔掉 这样的话 也比较喜欢那种新鲜感 主要是二手衣服质量真的很好 我今天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衣服 现在是太胖了 其实日本人穿二手衣服的特别多 而且他们也会保管的非常好 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拿来二手店贩卖 葫芦日本像一些欧洲国家 德国 他们都会选择穿中古的二手的衣服 而且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时尚 这个小包还挺好看的 四万 不是三十五万 个时百千万十万三十五万 状态还要是比较新的那种状态 最大打扮价 是吗 看看有合适的 挑一挑看一看 看我这件怎么样 虽然肚子很大 看来看 这个多好看 对不对 再来一件 这个感觉有点普通了 一般般的感觉 可要可不要 今天的颤搭 我的颤搭比较简单 还是妈妈比较时尚 就是这样的 这个小包 在日本 买二手衣服的女的特别多 带宝宝的 那个宝宝还特别小 你们看这种二手的 他还有这种吊牌 压根都没拆的 基本上都是没穿过的 他才会往外卖 这个店铺他才会收他 不然他也不会收的 挑了一个这个小裙子 整个效果吃得挺好 还是扎扎的呢 谢谢